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尤其像我在屏东能够来拜会 这就表示感谢 因为到立法院可能都来 好像也是第一个部长 亲自来 这地方表示敬佩 每一个会期 都有一个重大的议题出现 我想核四庭建 还有非核家园 应该是近年来最大的一个议题 政府应该是不能不重视 九日那个大游行 政府说大家所看到的那种残面 也可以证明说 我们将面临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跟口验 因为这个议题是等于是全面性的 废核的议题 公投案虽然已经提出了 也引起了民众很多的质疑 质疑的原因主要的还是因为 并没有说明 政府的立场到底是为什么要办公投 那办公投 主要的因素 政府的用意在哪里 是要继续新建核四 还是因为 这个议题就交给了人民来做一个决定 很多很多的存疑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 这个公投可能会很难通过 继续新建核四可能会很难通过 假如说要等到公投之前的辩论 才来做一个说明的话 可能为时已晚 所以我刚才也听到部长 你的答选 里面也提到你个人还对这个核四 好像也是没有 不好说充分的了解 所以针对这样的问题 我们即将好像一定要确定要做一个公投 在做光之下 你认为你是一个部长 你应该要做怎么样的准备 做怎么样的说明 应该把这个问题应该要摊开来 让老百姓 让人民能够切实的了解 不能有丝毫的隐瞒 因为现在可能很多很多 人民也是盲目的不了解 只是片面的听到媒体的报道 或是听说 或是看到日本这个福山的这个核灾 所发生的这种长篆 而反对这个核四的新建 所以现在部长不晓得你个人 对这个公投之前 我们政府的立场 政府的作为应该要怎么去进行 好 结果委员 这个我让我稍微修正一下 我刚才并没有讲 我对自己核四的问题不了解 这个我并没有讲 我刚才有说明过 现在做安全检测 安全检测最后的结果 比如说现在进行的状况 安全检测最后的结果 是不是问题全部都解决了 这一部分我们现在还不能够做结论 这个这一部分 但是整个核四目前面临的问题 我觉得我是非常了解 至于这个公投这个问题 那基本上我个人所了解的 我所参与的 就是因为当时社会大众对于核四 有非常多的安全疑虑 那么也有人提出来说 那是不是要利用公投的方式来解决 我个人当时就认为 我个人的意见就认为是说 如果今天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资讯 摊开来让民众知道 坦白讲这部分工作 我要承认我们过去做得非常不好 所有的资讯不是很完整 包括核四的问题 包括所谓能源的问题 都不是很完整 所以假如我们能把所有的资讯 都能够很充分完整的提供出来 然后呢 公投如果又要 又能够让全民有一个意见的反应 做一个最后最明智的抉择 我们不需要去回避 这个是我当时的 我至少我在参与讨论的时候 太多了 谢谢你了 因为时间关系了 毕竟我刚才讲过了 多数的国民 这个我了解我会非常重视 我以这个地方做具体的建议 你们在说明或是把这个事情 做一个公开摊开来 做一个解释的时候 不要用太多的那种 让老百姓不容易了解 比较正义的那种说法 应该用最清楚最容易了解的方式来做说明 对 讲委员这个意见非常好 这是我一个建议 来我再请教我们部长 这个照片现在看得到吗 你能不能看得到 我这边看不到 我这边 能不能转一下 光线的光线 转过去 看得到 可以看到 这个是哪一个主权 部长哪一个主权 这个是原住民吧 是不是 原住民 原住民我们有14个主权 这是哪一个主权 抱歉 我 是达悟吗 达悟主 可能下面打了小报告了 我当然没有清楚 这个是非常明显 因为现在核废料 在那个地方已经30年 这是最近的照片 最近的照片 看他们那种表情 那种愤怒 那种抗争 本来一个好好的一个 蓝米的一个小岛 非常漂亮 也非常特殊的一个主权 属记者的环境 就因为核废料 在那边30年了 30年 造成他们很多很多的这种恐惧 我想 多少年来他们这样的愤怒的这种抗争 不是9号那一天 是9号那一天的照片 不是那一天才发出这样的动作 发出这样的声音 过去十几年来都是这样 但是政府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看到 有啊 有 啊有没有手里 没有 原因就是 好像束手无策啊 你们你们口啊 你们叫啊 反正你们搬马 不晓得搬到哪里啊 然后也把它破坏 破坏掉丢到海里 伤害了也是他们自己啊 政府现在的立场 好从过去到现在 好像就说 我就不是不搬啊 我们现在就不搬啊 看你怎么怎么处理啊 反正这个东西已经在那个地方了 政府不是不处理啊 这个是现在就按照程序在处理 现在那个部长经理所知是怎么处理 现在政府在怎么处理 我们现在针对低阶的 就是85年之前在南宇的这些核废料啊 那么我们 呃 依照选址条例 现在在进行选址 有两个替代的选址 然后按照选址条例 我们还要进行必要程序 包括公投 以及跟地方的沟通 相关的回馈等等 所以这个程序做完了以后 还要再做环境影响评估 还有建制等等 原来的这个时程有一点 那个部长 这个已经我们已经听多了啦 是 啊 这个程序我们也知道 了解 但是是 最后的选址在哪里 我们也知道 而且那两个地点 我上一次也讲过了 跟我都有密切的关系啦 一个悟秋那个小秋 我担病就在那边啦 啊 南田 达伦泉的南田 我的村庄就在隔壁啦 所以最后的主存厂 这两个地方 跟我关系都相当相当的密切 但是 现在地方政府不几办公投啊 他们不办啊 所以你知道 有在处理的这种程序 部长知道 你也知道 啊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被蒙蔽啦 啊 不要被蒙蔽 这个能不能成功 我看我想部长 你再重新 做一个 啊 那个 那个考量 啊 几年能够达成 我最近看到我们 啊 啊 台电啊 啊 董事长在这委员会的打选 啊 来你的合肥料 啊 能够 要能够签到 啊 要签你 啊 大概还有五年的时间 好 我想请那给董事长啊 你五年的时间要怎么做 你五年的时间要把它签掉 你要怎么做 呃 跟委员报告 如果照选址条例的话 大概从现在开始 还要接近这个十年左右的时间 还有十年吗 对 因为这个选址 你上次也会讲过五年啊 呃 不是 选址确定还要经过环评 两年 还要再施工 大概三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才逐步的这个 金融所政你们在从事这个选址已经有十几年了啦 呃 九十五年 明过九十五年那个条例通过 哦 我在当乡长 那时候就八八八十年左右哦 台电就来过我那个乡 但是这个条例 已经开始作业了 你这个十几万童 啊 十几万童 十几万童左右 十万童 十万童 最难你的这个 造成他们这么大的恐惧 啊 对他们来讲 违害已经这么多年 他们这样的动作已经多少次了 真的悲哀啊 啊 真的悲哀 我们一直在期待 看看哪个时候哦 有一个道德 有良心 有魄力的一个部长 啊 或是董事长 能够积极的来把这个做一个清理 还给这个篮里 这个岛上哈 一个过三十年以前那种 啊 生活的环境 啊 所以 我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非常希望 啊 你又要等十年 十年过后 时间再过很快了 又还没有办法保证说 真的能够迁你了 因为这个东西 好像每一个地方 没有人要嘛 没有人要啊 所以你们具体的保证 你们都不敢说 两年三年 或是五年 现在要延到十年 十年一到又有办法 我是非常希望说 啊 五年之内 来我们来做一个处理 啊 所以 那个 在这个地方啊 啊 像能够 啊 部长上任之后啊 你先了解一下 这个最后的主导长的可能性 有没有 按照我的客人的看法 是不可能的 好 另外 什么时候签 你要签到哪里 好 不要一天一天的过去 始终 好 没有办法让我们安心 最可怜的就是蓝米了 一个仪 过去跟他们讲 说这是罐头的一个工厂 仪罐头的一个工厂 用七边的方式 七边的行为 盖了之后 原来是合肥料 一盖就是 放就三十年 不停 非常约 然后 马上 一星 一星 一 二三 一 Battle 三 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